长荣罢工29日晚间21时确定继续 工会会员愤募重新集气快拿起手机告诉你的姐妹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 昨日是台湾长荣空服员罢工的第十天 当外界都以为是最后一天 却在劳资双方签订团体协约时宣告破局 昨晚21时工会会员在罢工棚内愤募高喊继续罢工 更表示赶快拿起手机 告诉你的姐妹回来签切结束 我们继续罢工据报道 长荣航空28日发出标题为留意盏灯 等你回家的内部信 向罢工中的空服员温情喊话 强调公司仍欢迎他们回头上班 只要6月28日晚间11时59分前 按照四个步骤走 就能让个人颁表从罢工变成五星试驾 至28日晚间 表态陆续归队的会员已超过300人 桃园工服员职业工会 自28日晚间实时起历经长达14小时马拉松 投票结果为同意接受公司方案 昨天下午宣布开票结果后 工会干部与许多会员 随即在16点30出发前往桃园市政府 与长荣航空公司签订团体协约 而为了带着大家安全回到天空确保会员权益 一定白纸黑字的签字过程十分谨慎 但历经近五小时的劳资工坊 依然宣告破局 让工会决定继续罢工 根据罢工棚现场工会干部表示 下午双方在桃园市政府讨论团体协约时 针对禁止秋后算账等 资方几乎全程不发一语 只借约7月2日再度协商 其与借由律师戴维发言 另外 长荣公司希望工会签订罢工预告条款 也就是必须预告什么时候罢工 如何罢工等 针对资方左讨论团体协约时 几乎不发一语 竟表示无授权 甚至毫无准备任何协商对案 工会认为资方态度完全白烂 毫无诚意 因此劳资再度破局 工会称罢工会继续 让长荣明白会员的决心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